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 Talk 不經不覺 在歐洲回到加拿大已經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雖然短短的兩個星期旅程 但在Youtube的世界我還是停留在這個Oslo 剛剛游完他的Opera演奏廳 Opera演奏廳我去過幾個 不算多人多的Wild Thompson Hall 我亦去過澳洲式尼 那次很好 可以加入他的團 去游覽整個Opera 也買了一本書 介紹他如何建築 介紹他有什麼偉大經典 特別的地方 他的旅遊局 演奏廳很懂得賺旅遊錢 他會幫你拍照 貼在你的書 可以收到一些錢 另外也去過維也納的演奏廳 純粹在外面看 同一時間演奏廳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排隊 然後就像中南河俠一樣 控三尾 可以在騎樓那些地方去看Opera 也有不少人排隊 據聞是不用錢 或者是很便宜的費用 我朋友有去到看 我自己就沒有了 我們相對來說就享受 你到去吃一頓飯 多個看過Opera 在Opera門口也有些人 兜售一些票 有些什麼四重奏很棒 結果純粹在一間 古舊的大屋裡面 有幾個人演奏 都OK好聽 但跟Opera相差很遠 有整個Orchestra來拉奏給你聽的分別很不同 你可以說被人困 但同一時間 總之是小了很多 來到這個Opera 我自己覺得是最舒服 最親民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就是 它能夠讓你自由地走上屋頂 而屋頂可以360度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看到裡面玻璃屋的情況 雖然玻璃屋中間 又有一個 用木搭成的一個圓拱 裡面才是有聽 你看不到裡面的裡面 但是這樣來控一下 都覺得是非常之過癮 也都覺得他很帥 同一時間 360度可以向外望 他跟周邊的建築 甚至乎 他那個港口 各方面 都是 harmonize 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甚至乎 我自己在想 挪威的冬天都不惹小 對比加拿大 如果你住在Oslo的時候 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在那個港口 看到不同的景觀 在冰的時候是怎樣 秋落葉之後是怎樣 夏天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綠草餘 又是怎樣 有點像我們去到瀑布 一年四季 那個景觀都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們沒有太多地方去的時候 在疫情之前 就偶爾會去一次瀑布 那 同一時間 我自己很欣賞的就是 你不單止只是置身在那個屋頂 周圍走來走去 就算離遠看的時候 它的建築群 都不會厄厄特特地存在 每間都雖然很帥 但是它又不知為什麼 你又會覺得它是harmonize 而不是大家一起鬥標期日立二 感覺上也都同樣地 仍然是舒服的 不知是否跟它的建築 那些顏色色調 每間屋都不是很迷彩色 白灰色為主體 同時有很多玻璃 每間屋都很多玻璃 不知是否有這樣的分別 令到我覺得舒服 我自己的建築真的不認識 所以我無法回答你 總之就是令我感覺到OK 就不是純粹在看大義奇趣 萬花筒的感覺 除此之外 我亦都是因為加入了團 我就買了這本在手信屋 那裡的 souvenir 很開的 其實我都照買了 但它減到一百元 可以說它比起澳洲認識的那個 Opera 就不會做生意 你去不到2 就自然會買這本書 但原來很多人可能不買它 才減價 無論如何 100元挪威紙對1元加至 這個大約是12元 已經包了稅 很開心 它裏面 除了是圖文並謀 亦都令我可以看到 inside 尤其是演奏廳裏面 它說分開幾個不同的演奏廳 所以同一時間 它可以去一個大演奏廳 有一個小演奏廳 兩場戲 不是純粹只有一塊 這個在外面 看不出它裡面 原來是這麼大的 因為我又是不讀建築 其實我對size空間感是非常之差的 又說到隔音設備 音響燈光 如何厲害 可以做不同的 不同的 一些show 可以出來 比如說 舞台劇 演奏 或者是一些行為藝術 blahblah 都可以在當中去出 再加上 之前去識尼的時候 去到後台 有很過癮的一件事 甚至去到這個 美國 有那個 Dolby Theatre 就是班奧斯卡 那個頒獎典禮的地方 那樣的地方 也曾經進去 之後又是看後台 又是看後台 又是令我很開心 這本書 這裡有些少許的介紹 另外 他介紹了一些 我自己如果這樣純粹目測 即使能夠進去裡面的時候 未必能夠了解或看得那麼透徹 首先他講到整個Opera的建築 主要來說是很minimalistic 只會用石頭、玻璃、木 當然有鋼筋來做 嘗試是非常簡單 簡單不代表建構過程是簡單 或是便宜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原來是這樣的 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為何他這麼舒服的原因 另外我看影片的時候 有些是水波紋 一個個洞 下面有一些藍燈 我就說晚上來到會很嚇人 根據這本書 設計師是做了一些藝術 就嘗試來到去 讓人看到挪威冰川的感覺 因為冰川進去的時候 有些藍藍的光 就不是鬼火 原來是這樣 同一時間 在裡面 分隔開大廳 以及演奏廳裡面 就是一個很大的木建築 他又會說到 上去的樓梯 如何曲線得漂亮 我有個朋友 以前讀建築 現在做室內設計 他也有說過 在Toronto War Museum 那裡 那個曲線的樓梯 如果真的要設計到這樣 其實造價會很貴 而且功夫是很多 如果我沒有做過的 我不會懂得欣賞 如果他這樣說 就會開心很多 同時 他也說到 走進去的時候 就給你一種穿越的感覺 外面的世界 然後你透過木的 旋轉的 類似橋的物體 轉進去 演奏廳裡面 就好像 去到一個音樂的世界 這些都是一些 挺有趣的東西 所以買一本書回來 當然啦 這本 Souvenir書 屬於雞精雷的書 外面未必買到 同一時間 又不會說到很細緻的東西 純粹 給我們那些 完全不懂音樂 完全不懂建築的人 有一種 點到跡紙 挺舒服 太長的時候 都是不好看的 那Mini 就用了一天時間 那時候 就 坐飛機 由這個的Oslo 就飛去 哥本哈根的時候 就立了 那我回來的時候 大約 還有兩天時間 因為我有很多其他時間 有比利巴拉托 打機 做事 那我不會這麼多 行程日誌 來看的 那我用了兩天時間 都報了 都是一些 ad on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拉托 讓我來幫你 好 朋友 谢谢观看